先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我們課程名稱的話 實際上就是在原來我開過的課程 就是叫以色有高階函數與BPA設計 在這個基礎之上 再增加一個利用Charge PD AI的輔助 那之前的上課模式 就是沒有AI之前 其實我會發現會花很多時間 是在做一些比較填壓式的學習 就是說你一定要哪些函數 你一定要把它學起來 然後背起來它的使用方式 然後做很多的學習之後 你才會能夠遇到問題 你才有可能解決問題 那是可能但是有可能解決不出來 對不對 可是如果現在多了一個Charge PD之後 那其實我是覺得我自己用起來 我覺得有些時候 你也不是說完全不用學習 但是你學習的重點 可能就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去記憶 很多就所謂的固定的知識吧 因為那些知識其實AI裡面都有 那你需要知道就是一些原理原則 還有最重要一點我覺得啦 你們要學的應該就是說 如何問這個AI問題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是你要懂得發問 你不要連問問題的能力都沒有 那就不行了 那我發現很多人遇到問題就不會問問題 這個我覺得也是 好像我們這個台灣學生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不太問問題 這個我怕說 將來你在用AI的時候也會遇到同樣問題 因為你不會問問題 所以你也不... AI即便要給你答案 也不知道怎麼給你答案 或者給你的答案也是不正確的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我覺得重點 我後來思考一下 對 你要真的懂得如何問AI的問題 那當然喔 其實如果用很廣泛的這樣講 其實你們會不太容易理解 所以我盡可能用一些比較固定的公式 反正以後你就套公式 你開頭是什麼 中間是什麼 然後有哪些東西是基本元素 那最後呢 你要做什麼結果 放在哪邊之類的 那你只要按照固定的SOP 其實你也會做出來 哪怕你對於Excel不太熟悉 你也可以很快變成 像這個Excel的專家一樣的厲害 甚至我跟各位講 有些地方甚至還比專家還厲害 因為我試著給他一些問題 請他幫我寫程式 寫出來嚇死我了 我想說這還得了 如果讓大家都學會AI 那我還要幹嘛 我就怕失業了 我就會想說 對 那這門課理論上是不能開的 一開下去 這很多人會失業 尤其是 不過後來想一想 算了 我以後不要 我就教AI就好了嘛 我就教你們使用AI就可以了嘛 這也是一個方向嘛 所以我以後的上課重點 就不再教 以前那種比較填壓式的 制式的 慢慢慢慢教 那我慢慢教你什麼 如何把AI使用的這個純熟 然後至少會得到你應該要的答案 再來 不過我覺得你有時間還是要 基本功還是要稍微知道一下 這樣是更好的 所以如果你以前有基本功 再加上AI的輔助 哇 那就加成了 OK 不是說完全否定你以前所學的啦 我是覺得因為有新的工具 你的學習的方式應該是要有所改變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就像一般在那個學校教育也是一樣嘛 教學方式因為有網際網路有 後來有Yahoo Yahoo之前有那個什麼 番薯騰吧 反正一些搜尋引擎 最後是有Google嘛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好像有專有名字 你Google一下 那其實Google是一個網站 那實際上就是你去搜尋一下 你查一下吧 但是現在可能慢慢改了 也許你現在AI一下 對不對 你Charge PD一下 對不對 或許慢慢 因為一個名詞 會變成本來是一個名詞 它會變成一個動詞 有沒有Google本來是一個名詞嘛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動詞 一個動作 你Google一下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會慢慢改變 那至於要怎麼改變 因為今天第一次上課 說真的我對大家也不太了解 那我頂多我跟各位講過 就是說我基本上是分享我的使用經驗 是比較多的 那我為什麼會來上這些課程 其實說真的很多原因都是因為 我個人是還滿喜歡分享我的一個心得 而且我使用它也夠久 我認識這些東西都很久 哪怕我對於那些整個網際網路的歷史 還有網際網路的這個教學 其實我都參與 我從最早怎麼組裝電腦 其實我那時候念書的時候 還靠組裝電腦賺過很多錢 那時候光華商場真的也是還滿熱鬧的 每天都熱鬧的不行 如果你們年紀比較長的話 應該會整個都人滿為患 OK 熱鬧的不行 然後來有網路之後也是這樣 慢慢慢慢一直一直很蓬勃的發展 那現在有AI之後的話 我覺得可能某些地方應該也會非常的緊 所以那時候其實你說有些東西是不景氣的 一定有 可能跟潮流相反的一定是不景氣 但是有一些是潮流 哇 那景氣到沒有什麼的景氣 根本的生意都做都做不完的 OK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光華商場真的 那些老闆其實對客人都沒有很好 什麼服務態度 管理服務 你以後你就排隊 不要趕快滾 OK 他沒有叫滾啦 不過他眼神就會跟你講說 你要排 而且真的喔 哇 真的排慢慢的 OK 那為什麼 因為他東西就是大家都要嘛 而且那時候換機很快 一下子什麼386 486 586 586 再噴騰 噴騰什麼一堆有沒有 一直在換電腦 可是好像乘起而時慢慢就停下來了 所以AI之後 或許還有別的東西要換 像你看那個Apple他現在推iOS18 他裡面就有OpenAI的這個技術 有沒有 那當然你一定要升級 可是問題你的機器如果太舊的話 變成你要升級 可能他也許有些東西 會在新的機器上 才可以執行 因為AI其實說 未來會有個重點 他需要一個AI晶片 有沒有 那如果你的手機 或你的電腦上面 沒有辦法有這個AI的晶片 或者說他沒有晶片可以用模擬的 但是你的等級不夠高的話 也沒有辦法執行AI的相關應用 那變成怎麼樣 你就要換裝置了 所以那個Apple的電腦裡面 他現在有說到 有些AI只能夠用在 他現在推出M1晶片以後的 這個CPU上面 M1喔 之後還有M2、M3 反正他就一直M開頭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電腦 你的裝置不是最新的 那你就要等 可能要存一筆錢 可能要換了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重點 第一個 我會希望說 了解一下大家的程度 所以看起來的話 目前填寫問卷 總共有21位同學 那其中的話呢 剛好一半一半 有沒有 這個是入門跟進階 倒也不是很意外啦 不過以前好像上課的時候 我把那個入門大概佔八成 也有過 OK 慢慢慢慢好像 大概 調到一半一半 那有一個同學是進階 就有 當然理論上 最好是這門課程有一點基礎 我剛剛講過 那如果你沒有 那你可能 可以用AI的方式輔助 最好是 你可以把 AI如何去問AI的這個方式 可能把它學好 另外的話呢 到底那個Excel函數有多少個 OK 其實我看一下最多 噢 鈴鐺滿目都有耶 25%25%最多是這個 數量不是固定的 目前大約500個 這個好像有點接近了 其實跟各位講一個答案啦 因為Excel的函數真的不是固定的 它會隨著不同的版本 而增加一些新的函數進去 也就是說有些函數是新的 但是舊版不能用 OK 所以如果你用新函數 你不能說突然跳到一個舊的版本上 奇怪就不能執行 這很正常的 那以目前官網上看到的 我之前大概幾個月前查的 大概400多個 OK 可是 在最新的版本可能就達到500多個 OK 所以啊 這個答案可能應該是這一個啦 這個是比較正確的啦 所以大概有10%的同學 不過可能過幾個月 也許答案應該是換成這個500多個啦 OK 所以啦 這個大概講 因為主要是 這個Excel的函數 它會隨著這個新的版本而增加 但是比較早期的大概就Excel的 2007大概就200多個啦 所以它會一直不斷增加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最想要應用的部分 第一個 進階函數這個部分 這個也是我們的主軸啦 因為在很多的問題上面 其實理論上在Excel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不用寫程式 因為很多問題 如果假設你要解決 像Python 比如說寫 你就要寫程式 那寫程式對很多人來說 簡直就是很要命的事 很多東西都不會操作了 那你要叫我寫個程式 那真的是很難 所以基本上呢 你至少要知道Excel裡面有哪些函數 那一個函數就代表一個解決的方法 OK 不過啦 以前的習慣 以前使用的過程大部分都是 先把那些函數學會 你再去解決問題 可是很多人說 不要說400多個啦 光100個 我看你應該都很難把它徹底的學好 那所以呢 要怎麼樣可以把一些函數 做靈活的搭配使用 我想我們這門課程 我是希望說能夠換個角度 也許用AI試試看 所以第一個我待會想要知道 到底同學對於AI熟熟系 那第二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制定VBA 這個也是我們的重點 那VBA呢 它其實具備有制定函數的能力 那你說制定函數是什麼意思呢 白話意思啦 就是它即便給你400個500個 那可是如果假設你工作上的那個問題 不在這400個500個之內 就是那個問題不能透過 它提供給你的 那那個我叫內建函數 解決問題的話 那怎麼辦 突發鏈鋼 開始Ctrl-C Ctrl-V Ctrl-C Ctrl-V 有沒有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慢慢你就 但現在所有的資料量又越越大 所謂的Big Data 那你怎麼辦 每天你就做 做這些你就做不完了 那你說差多少 18000里嘛 你公式下完之後 就打打打點兩下 全部都填滿 OK的 問題解決 對不對 每天打打就填滿就OK 但是如果你解不出來 你就只能夠Ctrl-C Ctrl-V 對不對 那真的效率太低落了 OK 所以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VBA自己寫一個 有沒有 所以VBA 它目前在Excel裡面的角色 其實呢 就是彌補 它內建函數的不足 OK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知道意思吧 那你說VBA老師 可是我用的工作內容沒有那麼難啊 對 也許你暫時用不到 可是呢 如果哪一天你的需求剛好到那邊了 不過啦 如果越專業 我是覺得越高階的工作 理論上應該用到VBA的機會越大 有沒有 我覺得這應該跟專業度很相同 專業度其實跟你的薪資應該有點關係吧 反而越高 因為困難的工作 我覺得應該薪資越高應該是很合理的啦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希望能夠薪資越高 我覺得你理論上應該想想看 你有沒有能夠達到那個水準 有沒有 我覺得可以往那個思考 甚至你可以結合AI 那當然就又是一個你的算是亮點了 OK 不然的話有時候你要去爭取什麼 人家問你說那你憑什麼 對不對 OK 如果你有 你說我會AI 現在好像會AI真的是 感覺好像 可是我再過個10年20年啦 我覺得應該 你會 就像我現在我會用網際網路 對啦 你大概25年前很厲害 但是25年之後不算什麼 基本而已 OK 所以啦 我覺得這個VBA部分 可能要思考一下 就是你如果想要更上一層樓的話 理論上應該還是要學會程式的撰寫 但是程式的撰寫真的很困難 真的很多人學個好幾年 都不見得寫得出程式來 你說老師那這這麼難我怎麼學得會 跟各位講 我的實用心得 AI真的可以非常方上忙 而且寫出來程式 讓我真的是非常驚艷 有點嚇到我的感覺 為什麼 寫出來程式真的太好了 而且基本沒錯 可以執行耶 OK 所以之後我會跟各位講 如何透過AI 幫你寫出VBA的程式 並且執行結果 OK 今天我想應該就可以做到的 我想今天也許我們手腳快一點 就可以實際上玩玩看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我自己用我都覺得 那我以前學那麼多幹嘛 所以科技的進步 真的會讓人家變懶 你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很多時候就是太方便了 所以每個人都懶得動了 有沒有 像以前還會下廚的 現在幹嘛下廚 有沒有 手機拿出來 點點餐 沒多久東西就來了 對 幹嘛 然後 現在有時候不想開車 手機拿出來 Uber叫一下 就有車了 對齁 有時候說真的 你什麼事都不用 你只要一隻手機 好像什麼都搞定了 剩下就是要有錢 OK 真的 而且現在小朋友也都這樣耶 拿到他吃東西 在巷子口 他都不願意走出去 就直接拿Uber 直接就 線上就訂餐了 你跟他講說 你怎麼不出去 現在太陽那麼大 出去會死掉耶 你又覺得 怎麼會這樣 OK 不過啦 這也沒辦法 好像也沒辦法改變啦 因為你說你要 除非說 是不是能夠讓他吃點苦 但你現在這時代有什麼機會可以讓他吃苦 對不對 好 這不是重點 OK 其他的話 還有用VBA 所以我們後面會跟各位講 這是你們挑的 所以基本上跟我想的差不多 OK 所以底下的話都是比較進階的應用 那重點 基本上我們會擺在 Charge BD 如何輔助你生成這個函數的公式 另外的話就VBA的程式撰寫 那VBA真的是比較難 但是如果你會的話 其實我覺得應該算是大大的加分 那學VBA的主要的用意 第一個 彌補那個內建函數的不足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如果你要的那個公式 簡單的問題還可以處理 但是如果那個問題很複雜 動作非常非常多 那跟各位講 用公式還是沒有辦法招架 這個時候呢 還是要用VBA 所以理論上講 就是我目前想到VBA 最重要的大概兩個 一個就是補足內建函數的補足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稍微複雜的問題 還是得要用VBA 所以複雜的事情交給VBA 大概是這樣 我目前我使用下來的整體的心得 就是大概這兩點 OK 那可能還有第三D是第五 不過其實或者你們待會 也可以問VBA 看看 就是把我剛剛問的問題 也許你可以直接問一下VBA 看看他會不會有更聰明的答案 我覺得有時候他給的答案 也蠻好的 我有時候還沒想到 他居然想到我沒想到的這個答案 這個倒也蠻好的 所以有這AI能夠給的答案 其實真的會超過你本來想的 OK 那再來的話 你有沒有使用那個AI的經驗 那沒使用過的 大概百分之三十一 沒有經常使用的 所以這兩者等於是 不太會用Charge PT的 大概就佔了百分之 大概六十三點幾了 所以大概三分之二 那其實你說用Charge PT很簡單 我待會會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讓各位快速的使用它 真的還蠻簡單 就跟你開Google一樣 只是說多了一兩個步驟 那當然前提是第一個 你至少要有Google帳號 應該都有吧 那請你們先登入Google帳號 因為Charge PT它有跟Google帳號連 所以你直接用Google帳號 也可以直接登入了 你就不用在那邊註冊Charge PT的帳號 如果增加一個密碼 然後授權幹嘛的 我覺得不用 我的習慣是直接乾脆用Google帳號 直接就登入到Charge PT裡面使用 就OK了 這樣比較快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問它問題了 那至於問題的模式 我待會跟各位說明 OK 偶爾用的 偶爾用大概佔差不多三分之一 比較常用的好像就只有一位同學 OK 那其實這邊底下還有特別講到 除了Charge PT之外 因為Charge PT是最熱門的 但是AI的平台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現在其實我還蠻推薦各位 還可以用另外一個 就是Google所做出來的 因為Google其實本來想說會不會AI 是由Google弄出來的機率是比較大 結果它沒想到還比OpenAI還慢一步 所以商機就落到微軟的手上了 所以全美市值這樣排名看起來 第一名是微軟 我剛剛講過 第二名就是黃倫勳的公司NVIDIA 第三名現在是Apple 那第四名的話就是哪一家呢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Google的那家公司 Google那家公司